近期,黄岩岛一带再度变得紧张,菲律宾的行为显得颇为挑衅,这令人不得不深思其背后真正的意图。 据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透露,9月22日,一艘属于菲律宾与业与水产资源局的公务船未经中国政府允许,便擅自闯入黄岩岛附近的海域,更企图闯入黄岩岛的细湖。 对此,中国海警已依法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并以专业而克制的方式,成功拦阻并驱离了飞方的船只。 这起事件看似直白,实则复杂。 简而言之,菲律宾的公务船试图非法进入黄岩岛的细湖,但最终被中国海警依法逐出,过程中表现得极为专业,克制,避免了不必要的冲突与对立。 然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菲律宾明明已经停止在仁爱礁的活动,为何突然又来到黄岩岛挑起事端? 他们真正的意图何在? 我们必须要理清楚,这种无端的挑衅是否是菲律宾政府有意为之,以实现某种政治或经济上的目标。 或许他们正试图通过激化中飞间的海上争端来达成某种对其有利的国际立场。 反观中国,我们始终秉持着和平、专业、克制的原则来处理这类海上争端。 我们希望通过对话与合作,而非对抗与冲突来解决中飞之间存在的问题。 菲律宾决定将其注意力从仁爱礁转移到黄岩岛,其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三个方面。 首先,菲律宾在仁爱礁的行动已经无法引起更多的波澜。 他们在仁爱礁的挑衅行为遭遇了一项他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即一旦中国封锁了仁爱礁,菲律宾就无法运送任何物资至该地。 如果菲律宾持续在仁爱礁进行挑衅,中国只需阻止物资被运送到非法坐摊的船只上,那么菲律宾将无计可施。 因此,菲律宾选择换个地方,是为了寻找新的机遇和突破口。 其次,菲律宾意图扩大其在南海的行动范围和争议空间。 他们在黄岩岛上的挑衅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能够增加挑衅的范围和提高事件的关注度。 逻辑十分清晰,菲律宾要如何重新掀起南海问题的风波? 他们必须扩大挑衅范围,黄岩岛无疑成为了最合适的选项之一。 最后,菲律宾试图引发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敌意。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菲律宾在南海的频繁挑衅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问菲律宾有关。 冯德莱恩究竟传达了何种信息,促使菲律宾在南海频繁挑衅中国? 由于冯德莱恩代表的是美国的利益,他访问菲律宾可能暗示着美国希望菲律宾在南海进一步挑衅。 这样一来,只要中国做出过激反应,冯德莱恩就可以代表欧洲指责中国。 这正符合美国的意图,因为只有当欧洲与中国形成敌对状态时,新一轮冷战才有可能爆发。 这场风波其实全部是美国暗中精心策划和操控的结果。 冯德莱恩访问菲律宾,其实本质上只是美国的一枚棋子,菲律宾的行动也仅仅是美国意图的体现。 冯德莱恩抵达马尼拉后,菲律宾紧接着表现出的激进姿态,正是由于小马克思得到了某种启示。 小马克思明显是企图通过迎合美国来获得某种特殊优势,意图从中国获取更多利益,特别是有意吞并中国在南海的一些岛礁。 然而,美国的阴谋早已被中国所识破,整个局势似乎已经进入僵局。 中国对于美菲的暗中操作有了清醒的认识,因此,在菲律宾采取挑衅行动之前,中国就已在黄岩岛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并在其周围设立了浮标屏障。 美国企图通过菲律宾重新搅动南海的风波,但中国绝不会轻易上钩。 中国所采取的三方面措施都极其有效。 首先,中国在处理菲律宾挑衅问题时,表现出了坚定的决心和毫不动摇的立场,维持了高度的压力,这使得菲律宾无法获得任何可乘之机。 另一方面,中国并未做出过激反应,为与菲律宾公开冲突,这显示了中国在战略层面上的冷静和定力。 而美国在背后耗费大量精力推波助澜,但其所作所为最终成效甚微,时间却在悄无声息中流逝。 美国借助菲律宾来实施其战略意图,以寻求在区域中获得更多权益。 然而,中国以其坚定的战略决心和深谋远虑,让美国的这一切图谋变得无从实施。 第二个方面,借助对周边国家的外交交流,揭示美非是事态的真正起源在菲律宾不断进行挑衅行为后,王毅主任紧急赴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柬埔寨进行访问,详细阐释了中国的立场以及事情的来龙去脉。 实际上,中国此次访问是为了向东盟国家提前说明情况,以防中国被迫采取必要措施时,请东盟友邦理解。 所有的一切,美非才是始作俑者。 完成这一系列的工作后,中国对未来的发展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也就是说,一旦中国不得不采取行动,美国和菲律宾将变得无计可施,无能为力。 第三个方面,做好万全准备,随时待命采取更为有利的措施。 中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除了之前提到的内容,还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中国已经开始在西沙群岛的中建岛进行基础建设工作,做好了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如情势进一步恶化,相关项目将迅速扩展至黄岩岛和仁爱礁。 其次,中国在黄岛岛设立了隔离浮标,这不是一个小动作,任何越界行为都将受到制约,这实质上是设定了一个法律边界。 未来,中国会在适当的时机采取行动。 我们注意到,菲律宾在黄岩岛的一些挑衅行为充满了细节。 他们派遣的是渔业渔水资源局的公务船,并且船上还搭载了来自西方的记者,很明显,他们已准备好随时炒作。 一旦中非发生冲突,西方媒体会夸大报道。 更甚的是,菲律宾甚至向他们的渔船免费发放了大约6万升柴油,目的就是鼓励他们对黄岩岛发起冲击。 这一次,尽管菲律宾未能获胜,但很明显,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美国和菲律宾仍会联合在南海进行挑衅。 那么,在这种可预见的未来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事实上,中国早就做好了准备。 目前,中国一方面保持坚定立场,不给对方任何实质性突破的机会。 另一方面,我们已经做好了再次建设岛屿的所有技术准备,西沙的中建岛甚至已经开工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南海的挑衅行为过于激烈,中建岛上的施工设备随时可以被转移到南沙群岛的仁爱礁进行建岛。 而实际上,我们并不仅限于仁爱礁,黄岩岛也完全有可能成为我们的目标。 未来美菲挑衅中国的策略不会改变,因此不仅是仁爱礁和黄岩岛,肯定还会有更多的问题等待着中国。 即便是中国在加以容忍,也将优先考虑国家利益,所以当挑衅达到一定程度时,中国将不得不采取坚决措施。 目前,美国所施展的手段已经变得越来越无力。 菲律宾或许可以挑衅中国,但最终会面临什么结果呢? 如果中国最终被迫进行建岛,东盟国家会因此与中国断绝关系吗? 这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没有国家会站出来为菲律宾发声,因为所有人都看到了,不是中国主动采取行动,而是被迫的。 问题是,如果中国在南海再建几个岛,美国又能有什么应对措施呢? 无疑,中国会在南海获得绝对控制力,那么美国又有什么手段可以在南海与中国抗衡呢? 当中国在南海的资源足够丰富时,美国将如何在这片区域维持影响力? 因此,美国这条路是行不通的,未来必将逐渐败北。